譬如有個情況,我們有些事情會激傷,我們感覺上需要發洩,那怎樣做呢? 我就會這樣說,如果有一個人有輔導的能力,或者有智慧的,你跟他說,是可以幫你疏導 這個人一定是有成熟的程度,但這個人不成熟有什麼後果呢? 他會傳開,他會教你一些不好的方法,這個就不會帶來好的後果 所以這個選擇對象都是很重要的,你找一個人,又會叛到他 譬如他又很軟弱,然後你就會說,哇,我被一個基徒擊傷了 他會說,哎呀,你都被基徒擊傷,我也是啊,不要回教堂了 他就叛倒了,所以,的確我們可以跟神談 是可以跟神談,是最安全的 跟人談,你跟我談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是會,一定是用正面的回應的 你先等等,我先等等,這個選擇,就是說能夠有這樣 有些人說,找不到這樣的人啊,有些人說,向著山叫 那我又覺得,都OK的,無可厚非的,除非有人聽到你 還有你叫的,是不是粗口又不是粗口呢? 就是你這樣叫的 有些人說,有些人覺得這些方法是一個即時的幫助 在我來說呢,我就,我自己就覺得化解和讚美神 我就會處理到的,但是你說,我覺得我真的需要說呢? 那你就找一個合適的人說,就是一個方法來的 這個就是我給你的回應 那你就會說,謝謝我,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